果香四溢 新鮮天然的酪梨香蕉豆乳冰淇淋 欢迎收看HOPE TV 希望厨房凤叔上菜 我是凤叔 现在夏天真的是好热 这个天气冻不冻呢 就35度以上 那这样子病友到底可不可以吃一些冰品呢 很多病友也很想要吃一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啊 到底应该要怎么吃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自己来做呢 今天我们的高层市立小岗医院营养室主任 洪沐林主任呢 就要来教我们如何自己自制冰品在家可以吃哦 让我们来欢迎主任欢迎 哈喽 郭叔好以及大家好 哎呀 这个真的是太热了 是 所以你应该有吃过冰淇淋对不对 可是病友会怕啊 会不会太甜啊 但重点你有没有看过它的标示啊 哦 我看过好长哦 所以呢 其实市面上的那种冰淇淋 其实它不管 病友可不可以接受 其实如果在一个吞咽功能不是很好的一个长辈 它其实冰淇淋其实有时候会刺激它 包括口腔的苏醒 一般的病友如果在它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其实适度的设成冰淇淋是好的 但是冰淇淋要留意到其实它真的是刚刚提到的糖以外 添加物也很多 添加物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定就是要来针对来用市售的食材 OK 您听过若梨吧 现在是产季 若梨不是也是超级食物吗 对 所以我们采用了下目前的若梨 所以我们所说的 您知道它是油脂还是水果啊 这个我知道 是 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牛油果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听起来就是油脂类 没想到水果的形状有油脂类的东西 这一次主要来教大家还有用到我们现在四线 现在常出的像我们的水果包括香蕉啊 对 还有我们的奇异果这类的一个食材 然后我们加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叫浓豆浆 所以我们藉由这样的食材的方式 来做进行的一个料理的动作 我们来做看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质地的 一个像cream的口感 就是冰冰凉凉的 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可是是用全天然的食物去做 对 是的 若梨 香蕉 豆乳 冰淇淋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看哪些食材 然后当然有若梨 有香蕉 还有奇异果 一点柠檬 还有一些糖 豆乳 那大家一定想说那这样子怎么会变成冰淇淋呢 给你看哦 等我哦 诶 你看看这两盘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连位置都一样 酪梨 香蕉 奇异果 还有我们的柠檬汁 这样子 还有我们的豆乳 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个豆乳的部分 所以我们记得节切完之后 一定要进到冷冻库里面去做节洞的动作 然后之后再取出来之后 进行搅打的动作 我们的口感性才会很clean 或者是做成冻起来就会变ice cream 它现在是硬硬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去打 然后香蕉 对 现在都是当季的食材哦 好 然后这个时候把豆乳加进去吗 是的 我们把豆乳加进去 那个柠檬汁 用现炸的 我们建议现炸的口感性是最好的 好 那糖呢 糖的部分里面一样 在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 也可以一次把它加进去进行做搅打的动作 我用这个好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用这样的冰箱里面 好 差不多 哇 好浓稠哦 对 来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啦 哦 对 它所有的 我们吃起来的话 它的口感其实是很顺喉的 有点像那个smoothie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像cream这样的口感性 哇 ice cream 对 所以它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原物料是非常营养 营养密度非常高哦 哇 也没有很 原物料很高哦 一球 可以 那就是一球了 是 OK 好 哦 漂亮漂亮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子cream的口感当点心哦 那你把它动起来 它就像是ice cream 去做挖球的动作也可以哦 酪梨酸瓜豆乳冰淇淋完成 耶 赶快来试吃我们的酪梨香蕉豆乳冰淇淋 耶 赶快来试吃我们的酪梨香蕉豆乳冰淇淋 小港医院院长郭扎豪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冰淇淋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热吗 吃到这一口 真的是很开心 真的很棒 我觉得很有水果的香气 嗯 而且它的口感很绵密酸酸甜甜的对不对 嗯 那个入口的感觉就很像它会慢慢融化 然后但是它又不会很快的不见这样子 对 因为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保就是 不要太多的一个散开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种很cream的方式里面 其实你可以把冰淇淋放在你的舌头上面 然后你这样把它吞清清 你会发现你的口水还一直在做分泌 院长你有发现到吗 对 院长这个对癌有是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因为它有一些酪梨的浓郁的香味 是 它有香蕉的一个清香 是 那所以其实在这部分 其实很棒很棒的是 这个里面还有加豆乳 诶 就是这个浓豆浆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水果的三式纤维里面 它其实是很丰富的 包括在香蕉 包括在酪梨 那第二是它又有豆浆所含有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享有了维生素C 水果的三式纤维 又含有豆浆的蛋白质 其实对癌有的营养补充是非常棒的 等于是这一口对癌有的含金量很高 对 它的营养密度非常的高 是 而且还有提到酪梨嘛 对 酪梨是油脂 它是脂肪 所以它其实设施的一个 它的一个脂肪含量 虽然你吃起来感觉不会像是油油 对不对 我想它吃到是油脂对癌有的好处是什么 应该是它提供一个热量 热量以外 那酪梨它本身又是一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本身对吸血管疾病的一个预防 所以长辈如果在做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时候 它其实口感性 热量也摄氏到了 蛋白质 糖类也都摄氏到了 所以它是像一个均衡的一个点心的方式来做提供 真的 这对癌有来讲其实每一口都很重要 因为它们本身食量的话 就有些食欲已经不好了 对 这一口的含金量就差很多 是 高的话呢 摄氏的营养 够的话跟吃两口 就是你吃不完两倍的量 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OK 今天介绍这道这个酪梨香蕉豆乳冰淇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拨打我们有付费电话哦 我们上面有任何有营养师 为大家做任何任何的这个解释 那也欢迎你们订阅我们的HOPE TV频道 慢慢按赞 开启小铃铛 希望厨房 后收上菜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